疫情解封5月报税月恢复成一个月 综合所得税只剩下今明两天 但是新竹县还有1.9万件将近一成还没有申报 国税局主委分局就开放中午洽工 也辅导手机申报 明晚也将延长收件时间 方便民众下班来报税 中午时间上班民众趁着午休来国税局报税 因为5月综合所得税申报只剩最后两天 国税局主委分局这周申报人数就多了两成 因为想说已经剩下两天了 所以赶快来报税 不像说去年因为有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今年就是都特别排休假了 到这边来报税 我们目前完成的申报比率为91% 那目前上有19,000件尚未完成申报 那请民众多加利用手机报税以及网络申报 赶紧利用这两天在5月31号以前来完成申报 全线申报数今年有17.5万件 但目前还有1.9万件近一成还未报税 国税局倒数这几天都开放中午洽工 林贵专员及纳税服务队共20人服务 加上现场辅导手机报税来提升效率 今年手机申报的有4.1万人 占网络申报的32% 比去年3.4万人增加两成 接下来剩两天能申报 国税局5月31将延长收件时间到晚上7点 方便民众下班来报税 今次新竹地区有豪大雨特报 以及夏天民众可能遇到台风来袭的问题 那我们会造成一些个人及营利失业的损失 那目前我们组委分局有受理三件的灾害损失 那我们呼吁我们民众在灾害损失发生后的30日内 要检据它的损失清单、照片或者证明文件 我们可以利用书面、传真、电话或网络的方式 向户籍所在地来报请我们的分局机诊所来派员勘察 西北地区最近因强降雨造成淹水财产损失 竹北分局也已受理申请税捐减免三件 提醒受灾户需在30天内准备照片及证明文件 报请机诊单位勘察 核定后就能在明年申报时减免补偿